MC HARTDOG是怎麼樣出名的 我就是用我的說唱音樂 殺出一條血路出來的嘛 對啊我覺得就是 我覺得是音樂啦 我覺得因為我在做的東西 在做這個音樂的時候那時候 HIPHOP還沒有真正的流行起來 然後也比較少人在做這個音樂 我等於算是一個開創者 拓荒者的一個角色 引領了HIPHOP或是這個潮流的發展 我覺得應該是音樂 靠音樂說話靠音樂出名這樣子 其實我一直都沒有覺得自己很火 我覺得其實應該是 中國新收場那時候錄製的時候 就每一個選手 或是我每一次演出其實都受到 大家的關注跟好評 就是你從選手的反應就知道 他們是聽你的音樂有所領悟 受到你音樂的啟發 他們也才來做這個音樂 然後甚至大家今天一起在節目上 同台較勁 然後包含我在節目演繹的一些歌 比如說差不多先生也好 受到那麼大的廣泛跟討論 然後我是那時候還覺得 好像自己有一點點火 其實之前都是比較 不要不去關注這些東西這樣子 這樣子